整合之後的話大概就這樣 所以你們的其中評量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說大概幾個種 第一個你可能要找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來源的話其實還蠻多的 你網路上也可以的 或者說你像上個學期我們用的開放資料有一大多 不過開放資料你可能要找一個合適的 因為開放資料的話其實不太好找 因為它裡面很多東西其實我是覺得 可能你要花很多力氣是要找對的資料 OK 那比如說我們上個學期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比如說舉個例子 類似像這樣的資料 那我最近看了一個議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這個是什麼 台北橋就是三重早上好像要到台北上班的人 很多都騎摩托車有沒有 這簡直是壯觀 全部都是摩托車 開車的好像反而比較空 然後底下這一張我覺得還比較清楚 你看看 這個上去的台北橋 密密麻麻的 簡直就有那種 所以這張照片還紅到國外去 國外覺得 簡直 而且你看 整隻延伸到這邊 這車還夠不去 然後這邊 車道 進行機車 因為只能開車 可是你開車就空空的 但這邊就擠了一大堆摩托車 最近也有那種 陸全的團體就在講說 為什麼設計可以設計成這樣 因為沒有車 為什麼他們不能走 OK 對 他們走上去怎麼樣 危險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危險 因為 反而 上面 你會發現這邊是封閉道路 這邊反而更危險 所以這邊 居然還可以 每天都這樣子 不過 我聽 有些每天走的人講說 哇 這常常要出狀 因為大家火氣就來 常常就會出一些事故 可能撞到 或者發生一些 不過速度這麼慢 應該也不會太嚴重 可是就會浪費大家時間 光要過個橋 那不得了 還有 我看 還有人留言 他不如去坐捷運 就是把摩托車丟到 那個橋頭另外一邊 大概搭個捷運一下 就到了 所以在台北市 要怎麼樣可以順利的 抵達你的目的地 很輕鬆 我發現 其實 以往可能騎摩托車 是蠻快的 但我覺得現在騎摩托車 越來越沒有那麼方便 另外一點 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是空空的 為什麼不能走 所以也有人 有另外一個想法 如果你要走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買 像台灣有那個 像那個 重機 現在 就是那個 紅黃牌 有沒有 也就可以走 但問題好像也不多 但這個問題 其實還蠻值得去探討的 所以如果你對於 像每天都很多新聞 你可以去從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找找看 所以我們上學期 好像有做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 還記得吧 我們就是 針對那個 台北市的住宅切道 那是針對住宅切道的 有沒有 把那個分析一下 到底歷年的那個 切道按鍵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各位應該還記得吧 這個資料 其實背後 相關的其實還有跟機車有關的 那機車我覺得是 可以那個 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這邊 可以找一個開放資料 第一個字就是開放資料 然後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就是有個政府開放平台 從這邊可以找找看 當然你可以在那邊找個機車吧 OK 應該一大堆 或者我們上學期是找那個切道 應該各位還記得吧 如果上學期有上課的話 應該還有印象 那裡面的話 就有各個縣市 甚至當然還有其他縣市 我們是找台北市的資料 本來在第一頁 現在變成第二頁吧 那這邊還有嘉義的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汽車 這邊有機車 那之前我們是利用那個像什麼 就是住宅的 不過其實你也可以換一下 比如說它這邊有發生 甚至你也可以改一下 像機車的事故案件 比如發生事故的地點 它也會顯示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最好做的 如果跟我們這一題相關的 其實就是你只要找到有地點 或者有地址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可以拿來練習了 那比如說我想要針對 這個資料做練習 假設 所以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其中我大概想到 也許我們就不太會考試 不然我想說 就相機考試 把我們上這個範例考 重新叫你們再做一遍 那我覺得這個效果應該 不會 效果應該是不錯啦 可是我想應該會有很多人會 陣亡的 OK 所以啦 導航彈性一點就是說 我想的一個方式 不然就是說 你們針對我舉個例子 像這個機車竊道 那可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資料最好是找這個 所謂的格式是CSV的 也就不是CSV的話 那你可能要取得資料 會比較麻煩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找這個 以這個為例 就是台北市的機車竊道 我想要知道說 大概幾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就是說 到底這個資料裡面 我們先把它下載下來看一下 下載一下 那下載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下載的箭頭 下載 下載完之後就到這邊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下載看到 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把它點開來 這個時候呢 因為它是一個CSV檔 所以它就直接幫你打開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資料裡面的話 上面大概幾個狀況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你下載 開放資料上面的資料 它這個是正常狀況 有一種狀況是它是RUN 如果是RUN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用其他方法 這個是正常的 我舉個例子 桃園的好像就會是RUN 所以如果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桃園 好像這邊有桃園有沒有 我隨便找一個 桃園的CSV 你把它下載 同樣的方法下載對不對 然後呢 你打開之後 可能看到的結果 這個就 這不是RUN 我剛好下載一個是RUN 看一下 好像是桃園的 好像是桃園的 應該之前有同學有遇過 桃園的下 這個吧 我看一下 這個 相似的 我看待會兒如果有遇到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那假如說呢 你遇到那種RUN的情況發生的話 那其實有一個方式 我剛剛有下載一個 好像是這一個吧 這個是RUN 這個吧 OK 看一下 假如說你打開像這個是RUN 這個RUN的話怎麼辦 如果假設你這個打開RUN 你可以換個方法 你可以從 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做 從CSV 從這邊開 它就可以解決RUN 如果假設你從網路上抓的 那我重新開這個檔 這個檔我忘記是開哪一個 然後呢 它打開之後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讓你選擇 你的編碼方式 那預設的話 它是會用一個所謂的 BIG5的編碼方式 就繁體中文 它的編號是950 所以這個都是它的名稱 那如果你用BIG5的編碼方式 來開出錯的話 那顯然 大部分應該就是另外一個 就UTF吧 所以你找到UTF8 UTF8的編號 大概在 中間 在偏下面 中間偏上面一點點 往上大概捲軸 大概是記那個捲軸位置 捲軸位置大概中間的地方 會看到有一個編碼方式UTF8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有時候大概就OK了 不過如果還不是的話 你可能就再找別的編碼方式 UTF8點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看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 不是浪碼的情況 OK 那我們把它載入 載入 你會發現它這個就出來 就OK了 大概是這樣 如果將來你遇到浪碼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處理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像剛剛那個機車借道的部分 第一個請你把它打開 第二的話 請你直接把CSV 存成你需要的格式 直接把它 另存新檔 或者這邊有個另存新檔 不要用那個CSV 因為CSV存檔的話 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它最後只能存一個 一個活業部 就是你如果有很多工作表 那最後的話 其他工作表都會消失 只會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格式也會不見 所以我建議直接乾脆把它存成什麼 乾脆存成啟用巨集 我也不管 因為如果我們要錄製巨集 乾脆直接用這個 然後把它存桌面上 把它直接存檔 OK 所以第一個 就是先把它存檔 第二個的話 我們這邊有很多欄位 不過我覺得 我大概想要知道三個問題的答案的話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是說 到底 機車的 先把它調整藍寬 藍寬 我喜歡A到E 快點兩下 其中一條線 把它藍寬調一下 那稍微分析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最可以做的 應該就是發生地點 到底在哪一條路上面 是最容易發生機車切到案件的 看到沒有 另外還有幾個問題 大概我們好像之前 記得吧 我們有做過三個問題的探討 到底從107年 我看Ctrl向下 到113還沒過嗎 112好了 比如說107 108 112 到底那個機車失竊的案件數量是增加還是減少 OK 所以喔 假設我希望知道幾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就是 歷年會有多一個年的這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知道 我們先把範圍先放大 哪一區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比例告訴我一下 第三個的話呢 到底哪一條路上面的切到案件 不過路好像其實它這邊除了路之外的名稱之外 它好像還有什麼 是不是還有什麼街 應該有什麼什麼什麼 這邊都是路 都路 那其實有可能是什麼街吧 目前看到好像都是 都是路 OK 所以如果假設呢 我這邊也有個德昌街 它也有可能是什麼什麼街 所以這邊也有可能名稱部分 可能是街 那好像我之前也有講過 好像市民大道也是一個 所以可能的名稱尾巴一定可能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街 要不就是道 所以呢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透過前面的這幾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取得我要的這三個訊息的答案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吧 當然我們會需要用幾個函數就可以解決了 年的話可以從發生日期裡面前三個字抓過來就好 區的話呢可以從什麼 從這個資料裡面的應該是第四個字取三個字就可以得到區 那比較麻煩的是路接到 路接到的話呢可能就是 哇這麻煩了 它前面剛好這個字是區 這個字是區